女孩应收养一只流浪猫,进以来杀身之祸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恐怖短片,别养猫咪 女主第一天搬来公寓,因为是一个人住 母亲担心她会孤单,于是建议她找个室友 女主回答道不需要,自己可以养一只猫什么的 母亲一听反应十分激烈,跟她说千万不能养猫咪 随后说起了自己的养猫经历 总之可以说不是一段很愉快的经历 但女主还是十分坚决的要一个人住,并且养一只猫 等她好不容易收拾完屋子,房东突然找上门来 说她忘了在租房合约上签名,并且告诉她公寓里禁止养宠物 毕竟宠物喜欢乱抓乱挠,如果一不小心抓坏了公寓里的东西也不太好 随后房东离开了公寓,晚上女主在房间听到几声猫的嘶叫声 她不安的出去看了两眼,但是什么也没发现 回来的时候发现家里突然出现了一只猫咪 女主原本就想养一只猫咪 这一下子白白捡了个便宜 于是兴奋地将猫留了下来 但很快房东就找上门来 说客户投诉她的房间有奇怪的声音 并且再次警告她 这栋公寓不允许养宠物 女主矢口否认自己喂养了宠物 但转头就为猫咪买来了猫粮 这天母亲打来电话说准备来看望女主 女主以风暴为由拒绝了母亲 并点了一份披萨打算就这恐怖电影享用 来送餐的是一个长发小哥 手指上还有一个酷炫的纹身 收获的时候女主突然发现自己没带钱 于是回卧室去拿 谁知她返回的时候 外卖小哥竟然不见了 而地上满是血迹 女主担心地报了警 但警方目前也查不到什么 毕竟连尸体都没有发现 只是让女主外一发现什么线索 就立马告诉他们 这天呢女主在清理猫砂的时候 发现猫砂盆里竟然埋着一根手指 仔细一看呢正是那个快递小哥的 女主十分震惊 手指出现在这里 除了是被猫咬断的 还能说明什么 她没想到这么怪巧的小动物 竟然会做出这么残忍的事 就在这时敲门声响了 又是烦人的房东 房东接到其他客户的投诉 实在很担心女主的房间里有宠物 于是呢再次前来警告 女主不耐烦地支走了房东 到了半夜 女主听见一声猫咪的惨叫声 她赶紧跑出来查看 发现猫咪的嘴上 全是血迹 就在她以为猫咪又伤人了的时候 房东出现在她背后 并且拿着一把刀 女主这才知道 不是猫咪伤人 而是猫被房东伤了 原来呀 这个房东啊 是个变态 因为受不了女主养宠物 所以三番五次上门警告 但是女主不识好歹 不听警告 她只好精心谋划了这一切 上次那个外卖小哥 就是被她所害 并且还向罪名嫁祸给猫咪 想让女主将猫赶出公寓 但是女主让她十分失望 气急败坏的房东 又准备对女主下手 关键时刻 猫咪扑向了变态房东 狠狠地咬中了她的脖子 最后房东被咬死 女主因为猫咪而获救 猫咪因此登上了报纸 成为了拯救主人的英雄猫咪 所以说有时候 人心比动物还要可怕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看到这里 喜欢就关注点赞 转发留言 咱们下期见 咱们下期见